我今天演讲的对象是青少年的父母 你们那些聪明得精力充沛的青少年是教会的未来 正因为如此他们也是敌人主要的攻击目标 取作中青的父母今天正聆听总会的大会 其求能获得答案 帮助他们代理的子女度过他们人生当中重要的这几年 我最大的几个孙子最近也刚成为青少年 所以我非常关心这个主题 虽然事实上没有完美的父亲 父母亲也没有简单的答案 具有我们可以依赖的真理原理 2011年男女青年接近活动的经文主题选自约书亚洲 开头是你们当刚强赚胆不要惧怕 这句经文对父母而言也是很好的主题 在这末世的日子里 这个世界的确需要有勇气的父母 不要惧怕护卫自己的信念 坚守自己的立场 想象一下 你的女儿正坐在铁轨上 而你听到火车的汽笛声响起 你会警告她赶快离开铁轨吗 还是你会犹豫 担心她可能认为你过度把握 如果她不理会你的警告 你会很快地把她们抱得安全的地方吗 你们当然会 你们对女儿的爱远超过其他种种考虑 你们会把她们的生命 看得比她一词的心满意足更重要 挑战和诱惑 正以火车般的速度和力道 向我们的青少年时来 家庭文告提醒我们 父母有责任保护他们的子女 这只指在灵性上和身体两方面 在《摩尔门经》中 我们读到小阿尔玛劝告他叛逆的儿子 克里安顿向卓伦人传教使 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 阿尔玛非常地爱他 因此直接切入问题的核心 他对儿子不道德的情境 表达了深切的失望 并把罪的严重后果讲给他听 我每次读到阿尔玛 这几句勇敢的话都深受启发 如今主的灵对我说 命令你的子女行善 因此我怀着对神的敬畏 命令你们不要再犯罪 克里安顿的父亲趁早揭露 成为他人生的转捩点 他悔改了从子中性的服务 我们把阿尔玛和经文中的 另外一个父亲 也就是旧约的以利来做个比较 以利是在撒姆尔先知的时候的 以色列的大祭司 经文上说组成严厉地斥责他 因为他知道儿子作孽 自遭咒诅却不禁止他们 以利的儿子虽从未悔改 以色列人民则因为他们的愚蠢而遭受苦难 以利的故事教导我们 父母固然爱子女 但是承担不起畏惧子女的代价 几年前的一场总会大会 乔科丁生长老提醒我们 亲持不是一场受欢迎程度的比赛 罗巴哈尔长老也有相同的看法 他说有时候我们会怕自己的 畏惧自己的孩子 怕跟他们讨论事情 怕他们不高兴 几年前我们的十七最大的儿子 想和朋友在周末旅行 他那些朋友都是好男孩 他来征求我的同意 我很想答应他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对他这样的旅程感到不放心 我和妻子谈过了我的感觉 他很支持地说 我们需要听从那个警告的声音 当然儿子非常的失望 问我为什么不让他去 我曾指回答他我不知道原因 我说我就是觉得不放心 我很爱你 所以我不能不管心中那些感觉 我惊讶地听他说 听他道说 爸爸 没关系 我了解 年轻人能了解的 比我们的想象还多 因为他们也有圣灵的恩事 他们要学着辩认圣灵说话的声音 他们正在观察我们的榜样 他们要从我们身上学到 怎么样去注意他们所接受到的提醒 如果他们觉得某一件事情不对劲 最好就不要去做 在教养方面下决定时 很重要就要夫妻合一 如果父母有一方觉得某一件事情不好 那就不要同意 如果有一方觉得某一个电影 电视 电玩 派对服装 永一或者网络活动 感到不妥 就要彼此支持 勇于说不 我想跟你们听听一位清碎的母亲所写的信 他证实青少年的时期的儿子逐渐失去了灵性 也不来参加教会的活动 他说明了事情的始末 我在我儿子整个青少年时期 我都忧心忡忡 并且试图阻止他玩暴力的电玩 我和丈夫谈过 也把教会的杂志 报章有关这些游戏的警告文章给他看 但我的丈夫觉得没什么 没有那么重要 他说我们的儿子又不是在外面吸毒 不需要担心 有时候我会觉得把摇杆藏起来 我的先生又把他放回去 我开始觉得让步比坚持容易多了 我真的觉得电玩就像毒品一样容易上瘾 我会帮助其他父母亲避免重复我的负责 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你们的配偶觉得某件事情不妥 你要尊重那种感觉 当你选择最容易的方法 就是都不说也不做的时候 你就是在纵容那毁灭的行为 父母要教导子女 只要等到准备好结婚时 才可以发展罗曼蒂克的关系 这样一来可以避免其多令人心痛的事情发生 男女朋友过早出窗路对是很危险的 成为一对恋人在情感上所产生的亲密感 往往会导致身上发生亲密 身体上发生亲密关系 撒旦明白这样的一个后果 把它当成利器 他会尽一切所能来阻止男青年去传教 并且阻牢圣殿婚姻 在撒旦成功以前 父母勇于表达表白 干涉是非常重要的 裴道班教导说 涉及道德问题时 我们有权力和义务要大增提出警告 我一直都相信 深夜不会有好事情发生 也相信年轻人需要知道 他们应该几点要回家 父母熬夜 等待子女回家时 便是一种展开极大的智慧 男女青年知道 父母在整的 他们讲当晚的活动 还要亲吻道晚安时 他们就会做更好的选择 我要针对这许多地方 都很常见的一项做法 提出我个人的警告 我讲的就到朋友家过夜这件事情 我当主教的时候 发现有太多的青少年 是在朋友家过夜时 第一次违反智慧语 和增结律法的 他们第一次接触色情 甚至于第一次碰上警察 也往往是他们到 朋友家过夜时发生的 当我们的子女 远离我们的范围 或者他们的深夜 防卫性松懈的时候 同侪的压力就变得更大 如果你对于这样 需要过夜的活动感到不安 就不应该 怕去回应那心中的警告的声音 当事情关忧到 你们的宝贵子女 是否能够得到保护时 一定要在心中不断地祈祷 亲子的勇气 并不意味地一直要说不行 父母也需要有勇气 对现在先知的中国说行 教会的领袖劝顾我们在家里建立正义的模式 有五个可以巩固青少年的基本做法 供大家做参考 家庭祈祷 家庭经文研读 家人家庭晚会 家人共进晚餐 以及定期和每一个子女一对一面谈 不论子女正在做什么事情 你们都要有勇气把他们挤合起来 然后一起跪下来祈祷 你们要有勇气关掉电视和电脑 带领家人每天阅读几页经文 你们要有勇气拒绝周一晚上的其他的邀约 好让你们全家保留那个晚上 你们要有勇气和自制力 不要安排过多的行程 让你们可以全家在家吃晚餐 我们能听影响儿女的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在他们个人面谈中 给他们忠告 我们只要只听聆听 就可以发现他们内心的渴望 帮助他们设立正义的目标 和他们分享我们所接受到 跟他们有关灵性的讲法 给他们忠告也是需要勇气的 想象一下 这五项正义的模式 要是都能在每个家庭里贯彻实施的话 新生的一代就会变成怎么样呢 我们的年轻人可能就像 希拉曼的战士一样 所降品品 在这个后世管教青少年是一项令人十分谦卑的任务 撒旦和他的重途力图破坏这个世代 主的依赖坚定的父母来教养他们 父母们啊 你们当刚强赚胆 不要惧怕 我知道神会听取 回答你们的祈祷 我见证 主会支持和祝福勇敢的母亲 父母亲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